嗨 这礼拜有朋友问我 就是如果他用的是 Cubase AI 有乐器轨的数量限制的话 要怎么突破呢 就是还要再加声音的话 我是蛮推荐你可以升级 升级一下 声道Element其实也蛮好用 也不用花多少钱 就是声道Element 如果教育版那1000多块而已 还可以用三台电脑哦 工商时候结束 我们可以开一个Hellion 让他当host 然后可以开16个MIDI 去trigger不同的声音 我试试给你看哦 像我第一个选step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声音 换一个声音试试看 好随便feed 然后第三个我选个Mark 1 就这样子我弹呢 他就是会trigger这个 channel1的声音 对吧 如果我弹2 他就triggerFeedle 然后channel3 他就去trigger这个keyboard 如果我要分开的话 我可以开MIDI檔 开MIDI檔 开三轨好了 三轨黑链 好 开三个MIDI檔 然后只要跳123 三个channel 这个MIDI檔就会记录 step 然后这个就是Feedle的声音 这个就是EP的声音 什么 哇有点变好听 还是我的耳机好听啊 所以就是你可以开16个音色 你只要花一个乐器滚 然后用16个MIDI track 就可以去找到不同的音色 这是一个做法 你看我现在可以弄不同 这样子就可以去呼叫不同的音色 那另外一个做法是 如果你希望这三个声音是叠起来的 虽然我这辈子不会想到 这三个声音要叠起来 变成一个叠tone 那如果你要的话 就把它改成同一个channel 给我改成channel1 那你去channel1去trigger它 这三个声音会一起发出来 然后可以用这一个mixer里面 来调他们的比例 刚刚的音效应该是 不要管它是系统的 OK这是三个叠在一起的音效 好 那这个技法 一样可以用在contact 这是延伸使用 如果你有contact 但你却没 你却用Cubase AI 那你就升级 你竟然有买contact 你就可以升级一下 是不是 好 如果你还是没有升级 那你可以用这个 一样的方式 就是我常常看到 很会边弦乐的朋友都会 分成小小中大 至少或是小中大三个 那contact就是点两下 它就会帮你开一个新的 它就会自动channel会累加 再点一下 就变channel2 开了一个中提琴 再点一下 就变成chello 好 再channel3 然后我们怎么按它 只会去呼叫channel1 除非我们这边换跟刚刚一样 那一样我们可以开 开三个mini档 开三个mini档 那它这个就照234 我不喜欢 我要把它调成123 那这个 就是会是这个channel1的violin 然后这个呢 会是channel2的viola 你看channel1就不出声音 然后这个就是channel3的channel 那所以只要开一个音源host 就可以开不同的 的这个mini档去对应它 那这样相对也比较省资源 嗯 我个人比较少用 我还是就是很霸气的 一个声音就开一个乐器管 是因为 呃 现在的电脑可能比较能够支持这样的做法 好 就是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为大家介绍 开一个host的音源 然后用不同channel的mini去trigger它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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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